这浙江理工大学的一位同学的创意架条 一下子是给火了 在学校里有一位人称是舅舅的老师 他也是突发奇想 这同学们可以请假 但是让同学们写请假条的方式 必须是用手绘的方式 这请假本来是一个无趣死板的流程 自从这位老师突发奇想之后 这请假条就被同学们变成了 各种有意思的漫画素描 咱们来看这照片 这有生病的 有什么帮亲戚去看东西什么的 这样充满创意的手绘请假条 是正式假条的兑换券 这有时候同学们有事 招来不及话 这也会在事后要求补上这个手绘的任务 这位在学校请假条上 这也真的是要动动脑筋的老师 叫做顾鸿健 是该校艺术与设计学院的老师 他说当初决定让学生制作这种手绘假条 一方面是出于专业的技能培养的考虑 让孩子们能够学会在生活当中 用艺术的语言来叙事 另一方面他们也想帮同学们 去留下这种大学里的美好的回忆 现在这老师攒了很多架条 都已经基本上可以出书了 关键是同学们对待这样的方式 非常的喜欢 这时间一长 大家的架条是奇思妙想 还出了许多的漫画本子 不仅是充满了乐趣感 也让同学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还提高了自己的专业能力 真的是不错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